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业未成便中途离去 在路上经过了一条小溪 见到老妇人正在磨铁杵 李白问老妇人在干什么呀 老妇人回答想把铁杵磨成针 李白深受感动决定返回学堂 从此发愤读书终于有所成就 只要有恒心 万事都有可能成功 笔在古代象征着写作才华 梦见了笔 隐含了文才好的兆头 而梦见笔被人拿走 则是丧失才华 比如南朝宋的才子江烟 曾梦见东晋学者郭仆和他说 我有一支笔在你身上很多年了 今天要来向您讨还 江烟往怀中这么一探 果然有一支五色笔 自从在梦中把笔还给了郭仆之后 江烟就再也写不出好句子了 这就是江浪才进 李白呢 则是梦见了笔 晚唐笔记小说《云仙杂记》所记载 李白年少的时候 曾经梦见自己所用的笔 笔头上长出了花来 是文采灿烂的征兆 果然 李白长成之后 才华洋溢 文明天下 梦笔生花就比喻财思泉勇 文笔复利 李白的诗作是浪漫豪放 贺之章读了李白的诗 赞美他是哲仙人 从此人称李白诗仙 贺之章同时举荐李白入朝 成为汉林试照 李白的作品《长甘行》 是一首抒情的叙事诗 以年轻商妇的感情作为题材 描写商妇从童年成婚 到离别相思的过程 还有对夫婿的深情 诗作开头叙述 商妇和丈夫的童年生活 这就形容两人从小感情深厚 青梅竹马就是指从小就相似的同伴 两小无猜就指年幼男女天真无邪 毫无避嫌与猜疑 那就是哈利波特跟妙丽啊 妙丽后来是跟荣恩啦 你有看啊 想唬我 一谢千里意思是水势奔流直下 也形容文笔流畅气势奔放 或持续地快速下降 李白的诗《赠纵地宣州长史昭》 写了淮南望江南 千里碧山对 形容他与堂帝两个人分出两地 虽然只有一江之隔 却仿佛有千里之遥 他形容长江是 长川祸中流 千里泄无慧 大水滔滔而下 奔流到东海 因为山川的阻隔 就兴起了知音难觅的感慨 一泄千里 就是从这个诗中演变而来 这我很熟 为什么 我每次吃完麻辣锅 隔天早上都一泄千里 多吃点青菜吧 韩朝宗是唐代官员 曾任荆州长史 人称韩荆州 韩荆州乐于提拔后进 经常举荐人才 当时的读书人都希望 能够进入他的门下 有朝一日能为朝廷所用 李白也是如此 他毛遂自荐 写了封信给韩荆州 说韩宫地位崇高 生育极好 大家都把他的评价 作为用人标准 李白有心效力 希望韩荆州给个机会 让他可以仰起眉毛 吐出胸中的闷气 有得志的一天 不时白 扬眉吐气 激昂青云爷 扬眉吐气 就是形容摆脱长期压抑后的 畅快神情 那应该就是吃了十八同仁 什么意思 起床改善的头长期压 够不错那个十八同仁 很不幸 李白的命运 是一生郁郁不得志 希望经世之用 却不如愿的 那就是他吃不够多 没有关系 李白还有一集 我们下次为他扬眉吐气 我是冯一刚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